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英国他们最早开始用石墨这样的一种东西来写 石墨来写 可是他有时候弄的手会脏脏的 而且石墨有点硬你知道吗 结果有一位化学家 法国有一位化学家 他的名字叫做Counter 他就把这个石墨摻了一些其他的东西在里面 就变得比较好写 而且可以写出各式各样不同的颜色 可是石墨摻了这些化学物质之后 它还是非常的软 非常的脆 它一不小心可能一用力一弄 那个铅笔又断了 所以在改良的过程当中 忽然有一个人觉得它太容易断了 就把石墨的这样一条一条石墨的 改良过的石墨绑在木板上面 就这样一次一次的这样的过程之后 终于就发明了 现在我们大家常常在使用的这样的铅笔 其实很多的创造 很多的发明 我们觉得这个东西OK了 好了 那它可能就是这样 可是你觉得这个东西 还可以再动一点 再加一点什么的话 那个脑袋化一动 它可能就变成另外一种更新 更好用 更符合人类需要的一些新的东西 就会出现了 常常动动你自己的脑筋 比较不容易变脑 比较不容易痴呆 常常动动脑筋 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种生活的方式 OK 我们刚刚来听 我们今天所带来好听的音乐和好听的歌曲 有一首日本歌曲 叫做桃玛丽玉 歌手 是你描写一个 为爱受伤的流淋 就像 一张高级路 显示我 胡歌担门 站在风雨中 丹台于心爱的人 焦心转意 这首日本歌 是由小龄姓子 孤伯是三omen 所唱的 小龄姓子 常常 beaucoup穿越漫画 化理获衝 加上美妙婚传的歌后 身為日本NHK 紅白歌唱大賽 上街祖母的人物 現在就透過英宏的歌詞 讓大家來欣賞一首 日本歌 投馬力義 歌詞・作曲・編曲 初音ミク 歌詞・編曲 初音ミク 歌詞・編曲 初音ミク 大酒でごまかす この寂しさを つまびく夜風が 目にしみる 枯れた女のとまりによ せめてもう一度 抱きしめて ひとりじゃ寂しい 眠れなみ 歌詞・編曲 初音ミク 他人と同じ 幸せ こうした 身が悲しい 弱い女のとまりによ あなたその手で 包んでよ 他には何も欲しくない 彼らにいこ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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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聪明铺张穷仓 许多人都有自己的偏好 喜欢的季节 不过无论如何 神既然创造了四季 祂也让每个季节 都各具有特色和意义 例如春天一到 大地复苏 一切都变得绿意盎然 夏天时艳阳高照 百花争旗斗艳 随处都充满了活力 接着秋天来到 庄甲丰收 遍地金黄 辛苦终于有了代价 最后冬天来临 伴随着纯洁 无瑕的白雪 世界变得祥和 万物也将获得歇息 虽然四季不停地变更 一年过去 一年又来 但每个季节 都充分表达了 神的美好安排 这些变化其实很奇妙 而且只要我们愿意用心 一定可以在身边 就能够感受到神 对这个世界的祝福 也许多好想要是 也许多好想要是 你也许多好想要是 你也许多好想要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称谢进入他的门 当赞美进入他的愿 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 空气是每个人都需要的 但却因为无法看见 所以人们不能够很明显地感觉到它的重要 不过有时候只要心是安静的 我们还是可以感觉到风正吹了过来 或是朝向哪一个方向吹去 我知道 那一位日夜看过我的天父 他的爱就像是风一样 我们无法具体看见 但心里却是可以感受得到的 特别是一个人心中有些思念或愁苦之时 父神赐下的爱常常可以使我们获得安慰 许多人都很喜欢微风轻轻拂面的感觉 我想无论生命的下一站 要朝向什么方向 神永远都是支持我们的后盾 他的爱更像吹过的风一样 可以带我们飞向那美丽的应许之地 去年我飞去 一般公传心别跑 今天我来看一般 一般别抱又别高 一般可想记得 一般别高 我少无愁为你送 我半数一度让我 去年我回去 你没能穿行边跑 今天我来看夜亮 你来边跑又边高 你把我曾记得 谁离开我边望 我少无数没变色 我把树叶都染红 猫空缆车全长四公里 路线由木炸动物园到猫空 沿途设有四个站 是台北新兴的热门旅游景点 在非假日的早晨 缆车站门口 竟然有着大排长龙的乘客 他受欢迎的程度 实在令人惊讶 这里的设备相当新颖 而且现代化 好不容易登上了缆车 沿着山市缓缓上升 我望着山下一整片绿油油的青山 突然感觉到它有一定的高度 圆末二十分钟的车程 一直感觉到自己漂浮在空中 直至最后到站时 我也在猫空的山上了 随着人潮不出车站 那山中的气味扑鼻而来 我想这缆车 大概也像人生的道路一样 有时在路程中 无法停下来 因为生命 总需要持续地往前 不过在行径中 我们却可以选择 朝向上帝所祝福的目的地 而不是盲目没有方向的 因为唯有上帝同在的那一条路 才是真正的祝福之路 在万物之处 上帝创造 天地上帝创造 天地上帝宝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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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创造 努力莫然 他自给我们 全力选择 有全力选择 有全力选择 好与怀 别与错 你也 我已来 随便 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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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德国 我相信所有的德国人 对于他们的 最为知名的契约家 Edison 大家都非常地熟悉 尤其他和他太太之间 那种深情的故事 每一个人更是 非常非常地可恶 也非常地向往 Edison每次 在跟他太太 晚上用餐的时候 他总是要互相拥抱一下 然后在耳朵旁边 说说悄悄话 那结果就有一个人 就实在憋不住了 一个编辑 就终于去请教他说 Edison 你到底跟你太太 在说一些什么 为什么你们的爱情 能够维持得这么长久呢 Edison他就讲说 在他年轻的时候 工作的时候 非常非常地困苦 那有一次 在那个工作非常失忆 到了最后的极限的时候 那天他走在路上 口袋里面只剩了13块钱 他坐了地铁回家之后 就买了最后的钱 买了一个牛角面包 就回到家里面 告诉他太太说 我今天已经把我 所有的能力耗尽 我的金钱也已经 完全地耗尽了 这是我最后能够给你的 这个牛角面包 你离开吧 拿了这个面包 你离开吧 不要再在我这个地方 我没有办法照顾你了 这个时候 他太太就身情款款地 拿了面包 就走过来 就抱住Edison 就跟他讲说 我一定要先跟你分享 这个牛角面包 我也更要跟你分享 不管你在好或不好的时候 所有的生活 就是因为这样的爱 鼓励了Edison 他继续地努力 然后拥有了一个 非常庞大的这样的一个企业 Edison就讲说 每一次 在我和我的太太 要用餐的时候 我也就想到那天 我们最困苦的那一幕 所以我一定要拥抱一下 我的太太 然后告诉她说 这有你 这一切就足够了 其实有的时候 话不用太多 有爱 一切就足够了 对不对 有爱一切就足够了 谢谢这收看 再会 我需要你 我的清醒是你 随心很努力 我仰望你 摆 зах 打开敬拜吃 和你 我仰叫来 敬拜你 有心灵和真理 课往你而侥降 充满我的心 So my Lord just show me Holy Spirit Holy Spirit Women flagging me Send me Show me 很高降低 我需要你 我的氣息 是你 全心和你 我要望你 敬拜居心 是你 全心等你 我只想大膽 敬拜你 有心 我只想大膽 我们怀疑祢 圣灵 受祢恩告降临 Holy Holy Spirit Holy Spirit Holy Spirit 我们怀疑祢 我们怀疑祢 圣灵 受祢恩告降临 写明的心意 将下能力 交换我生命 从天降临 终点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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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点降临